谢谢大家啊 能够来到这里 给大家进行一个技术上的分享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然后之前呢 大家可能也从那个大会手册上面 看到我这个演讲的议题了 但是我这个演讲的议题呢 标题非常的抽象 非常抽象 然后下面的那一段简介的话 实际上好像下面那个广告 把我里面主要内容给盖上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谁要看我那个大会手册的 应该能体会到我说这话 你们好像不太清楚 我可能要讲什么 所以说呢 我就为了向大家阐述一下 我今天的议题呢 我特意把我要讲的内容 写到了这个网页上 大家现在能看到 我上面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网页 然后呢 我手里有个PiD 上面一个瓶子 后面能看清吗 这瓶子一个空的瓶子 但它到底是不是空的呢 我们试一下 看来它不是空的 它不是空的 倒进之后 水里面飘着Game 对的 我今天讲的一个 哇 休眠了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呢 就是游戏 看看还有什么啊 OK HTML File 是的 我今天讲的所有的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所有的Demo 都是用HTML技术来实现的 这个HTML技术 大家也都清楚了 过去这半年非常非常的火了 那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 OK FUNNY 实际上 我今天 不会讲太多技术上的内容 因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也清楚 讲技术 讲代码的话 大家是 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我就想把我过去这 半年多的时间 就是在 HTML游戏相关上面 研究的一些东西呢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在主任说的 像是一个秀的一个性子 所以说 里面想听技术 或者技术细节的同学呢 可以私下里再跟我交流 今天在这里 就不做太多的 技术上的讲解 当然啊 免不了熟套了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slide 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来自上海盛大 盛大创新院 职位是研究员 研究员顾名思义啊 就是天天坐在那里 研究一些 比较好玩的 比较新鲜的一些东西 圣大创新院呢 是隶属于那个 圣大网络的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圣大网络是一家 做网游的一家公司嘛 不过我们圣大创新院 是不做游戏的 我们圣大创新院呢 有个口号就是 你只做 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研究 一天没了我游戏 所以说我就去了那里 大家听我口音能听出来 我是东北人 就是在大陆的最上面 而台湾在最下面 我今天中午用Google map 测了一些距离 是1888公里 蛮远的 虽然台湾离我家乡很远 但是我从小到大 受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多 因为从小课本里面就提到过 什么阿里山啊 日月潭啊 实际上这些大家都 我想对在座的各位影响 也蛮深远的 三毛 我以前也文艺过 也看过三毛的书 当然呢 哎呀 这个不得不提一下 我玩过的第一个PC game上 就是大富翁2 什么钱夫人 孙小美 阿图 所以说就是台湾 对我的影响非常深 但是但是但是 还有一个影响更深的 这个 我基本每次出来做分享 都会提到他们 是的 五月天 所以这次来 9月3号 如果这个会再晚开两周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嗨的 希望下次再做 举行这种会议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哪 能否 能否跟哪个明星的演唱会在一起 但今天来不说五月天 我们说另外一个跟五有关的东西 就是 HTML File 这个技术呢 它实际上 现在的话 已经大家对它应该不太陌生了 就算你不是从事这个相关开发的人 至少也听说过 是因为什么听说过的呢 因为这个事件听说的 一般都是这样 对吧 很多就不是搞外个前轮开发的人 都是通过这个事件来听说的 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实际上 HTML File也收到了蛮大的争议嘛 很多人都说它也实际上也沦为了商业公司的一个 商业的一个武器啊等等等等 实际上 不过现在还好 现在我觉得 至少 至少就是我看到的那些很多很多的 就是做外部开发人员呢 现在已经开始从当初这种争议 争议当中 已经变得开始动手实践起来 在过去半年 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好多好多 各种各样的 关于HTML的一些实力 其中最多最多呢 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条游戏了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我觉得每个做程序开发的人 心中实际上都应该有一个 就是开发游戏的一个梦想 至少我是这样 就在我在学计算机编程之前 我就想 哎呀 我玩这些游戏以后 我要是哪能编案多好 所以说HTML出来之后 给了很多前端开发人员 就是实现自己儿时梦想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呢 网上关于游戏的实力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游戏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对HTML5 各种技术的一个综合性的应用 比如说如果你能用HTML5 把游戏开发好 那么说明你对HTML5 真正学得蛮透蛮透的了 否则的话 不一定 好吧 没说好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HTML5游戏的发展 它最初的时候呢 也是游戏都蛮洒的 都是这种游戏了 因为新基础嘛 大家都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但是最近呢 出了很多很多 很炫很炫很炫的一些游戏 还有用WebGL等技术 做了一些3D的一些游戏 然后最后大家看到这个图呢 是Opera的程序员 最近刚在网络上发布的一个独立游戏 这个游戏我觉得是目前 HTML5 2D游戏当中的一个算是巅峰之作吧 不过缺点就是性能有点低 在移动设备上跑不了 所以说我 因此我不是很喜欢这款游戏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专注的 就是移动相关的开发 我总之幻想到有一天我能够把它进行一个优化 像游戏呢 除了这些很多很多的作品之外呢 现在网络上的 基于HTML5的游戏的框架和引擎 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这里列了一个不完全的一个名单啊 就大家就看一下就好了 这不是游戏 这是框架引擎 每一个游戏框架引擎 背后至少都要带一个游戏嘛 所以说现在 在HTML5游戏 在这个整个互联网上发展的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看到前面那么多粒子 还有这么多框架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 HTML5游戏 这是不是发展的也太好太好了 这风生水起的 是不是我们完全都可以来 把它运用到商业当中 或者是大规模的来使用它呢 实际上显然是不行的 它还面临这么几个尴尬 首先HTML5规范还没有正式的推出 每天都在变 前几天的话 刚刚就是WebSocket 还升级了一个安全协议 导致之前写的一些WebSocket server 跟新的火狐6的话 都不是很兼容 同时呢 各个浏览器在对HTML5的实现方面存在差异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了 从HTML4啊 那个年代就有了 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很难避免的 同时呢 在桌面领域的话 它跟Flash比起来 优势还并不是非常非常明显 至少性能上面不行 而且从普通玩家来讲的话 它不太关心你游戏是用什么做的 它只要有两条 一能玩 二好玩 实际上 从目前来讲的话 确实 HTML5你去跟普通玩家去宣传的话 至少在桌面PC上 在那个PC那个领域内 优势并不是很明显的 那么 我们开发人员是不是就 这样被束缚住了 但显然不是的 咦 有个建议啊 试一次 试一次Mobile设备吧 哦 过了 我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呢 首先这是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权威机构发的 还是杜撰出来的 但至少的话 从那个图等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到了11年 就今年开始的话 实际上移动设备的总的出货量 已经超过了PC这个领域 而且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未来的话 这个在移动设备这个领域内的话 发展会非常非常好 而且实际上 PC这边的话 它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一些瓶颈或者制约 但是说在手机上面 什么装盒啊 四盒啊 然后什么3D啊等等 各种各样越来越新奇的设备 在不停地出 实际上很明显 以前的话 提到台湾应该 红旗和华硕还蛮牛的 现在应该ATC应该是最牛的了吧 是吧 至少的硬件生产厂商里面应该是这样 那它除了这个销量上面很广之外 它至少还有这么几个特点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至少是吸引我的地方啊 就是它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用户体验 就是多点触碰 加速度感应 还有陀螺仪啊等等 然后还有同时的话 大家知道智能手机里面的浏览器 一般都是基于WebKey的内核 而且都是比较新的 对HTML5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当然支持的也不是非常好 也不是说是完全百分之百都支持 但是至少 它要比在PC领域内 要强很多 因为PC里面的话 IE78 在大陆的话 6 也是很顽固的 所以在HTML5 推 十几年前的事情 它就说将来的电脑 应该无时无刻都是在线的 都一直在网的 实际上的话 大家想一想 PC我觉得做到这点蛮难的 但是移动设备上面 想做到这点 实际上机会蛮大的 因为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去携带它 而且在3G网络发展的今天 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拿出来的话 拿出来进行上网 进行 进行沟通娱乐 这也是移动平台的一些 我觉得就是吸引我去 对它进行研究的几个方面吧 下面简单地说一下技术 因为今天 不想讲太多技术 就ATML出来之后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工具 就是ATML5 就是官方总结的一个八大特性 这里面 首先跟游戏相关的 最核心的就这几个了 Kyros 正是因为它的出现 让我们可以再用GS和ATML 去绘制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图形图像 然后这也为游戏的开发 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障 然后CSX3的话 也提供了Animation Transform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3D特效 Web Socket 这个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过去的话 ATML实际上是不能够提供一个 跟服务器 你们台湾叫伺服器是吧 就是一个 实时的一个 长连接的通讯 但是Web Socket的话 弥补了ATML的这么一个 很大一个不足 其次另外一个就是 离线应用 我觉得离线应用的话 这个意义非常大 尤其在移动端的话 意义更大 因为 不管你多么好的一个应用 或者多么好的一个网络 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 有一个离线的保障 至少比如 我拿手机 可能有时候会进到地铁里 或者过一个隧道等等 就没有信号了等等 如果是你这时候应用 就不能用了 或者是强退了等等 这非常不友好的用户体验 所以离线应用为我们提供了 在离线状态下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一些 技术上的保障 能让我们的游戏 或者我们的应用 更顺畅地去运行 这是 然后当然这说到移动的话 不得不提出移动设备上面的 几个特殊的 属于他们自己专有的一些 API吧 第一个就是 触控相关的一些API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 它的方向的一些感应 像刚才实际上我 从瓶子里面往外倒水 这个大家应该也能想到 我就是通过GGS和浏览器提供的接口 来实践地去感应我这个PID 它在当前倾斜的角度 我就说当它大于 倾斜大于90度的时候 就发出一个讯号 告诉我这台电脑 说这边瓶子斜了 你可以漏水了 实际上就是这样 而它俩这件通讯的话 就是我刚才前一页PPT里面 slide里面讲到的那个WebSocket 然后最后那个呢 Geolocation 就是说地理位置的一个API 我们能够在那个 踏水或派水上面去读取 你当前这个人的就是经纬坐标 来 这个功能大家不要小看 一会儿我还有一个例子 那例子不是我做的 我大概可以大家简单看一下 它所能实现的一个 比较炫的一个东西 好了 无聊的这个PPT讲完了 下面开始做Demo了 这是我最爱做的事情 那做Demo之前 大家先看一个视频吧 这个视频大家都见过 像说到我刚才说的 它那个移动设备上的特点 什么中立感应啊 然后什么多点那个 好 就中立感应吧 虽然大家这个移动设备 就是那个游戏 游戏设备上面的话 就是Web很早能实现了 对吧 而且今年一三大会上面 那个任天堂又出了一个新的视频 一个WebU 里面有这么一个 一个 这么一个场景吧 就这么一个游戏 虽然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当时就想 这个我虽然除了美工 做法这么漂亮的外 其他的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嘛 对吧 所以说我就试着做了一个东西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跟它蛮像的 这个就是一个场景了 无所谓了 它上面大家能不能看到 无所谓了 就是那个操作方式的话 跟刚才那个游戏蛮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啊 实际上这里面的话 就是用到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就是WebSocket用到了 因为实时通讯嘛 然后中立感应的话 是通过陀螺仪 通过里面陀螺仪 来感应它这个倾斜角度 来决定我是往上去 还往下去 然后同时 用它的Touch这个触控时间 来模拟了这个飞镖 那个模拟了 模拟了这个 我往爱飞飞镖的这个角度 实际上我手的话 这个方向不同 它是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去飞的 然后这个飞镖的话 实际上这里面那个 图形图像的实现细节 好多种方案了 这里面也就不给大家细致讲了 然后 它背后的话 就背后大概原理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我通过移动设备 用WebSocket把我这个机器里面的 就是那些相关的那些信息 通过WebSocket 传给我这个WebSocket的Server 然后Server再给它返回到我的MacBook上 但是现在的话 我的Server就跑到MacBook里面 就NodeGIS来做的一个WebSocket Server NodeGIS最近也很火的 我想大家应该也能听说过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例 然后刚才我说了 那个Geo Location Geo Location的话 我们用它的话 也可以做出很多 所以比较有意思应用 但还是先看一个视频吧 这个是一个广告 BMW的一个广告 这人在跑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它能够下来这个应用之后 它在这个应用上面 能看到一辆虚拟的一辆 Mini Catch Man 应该是新的那个 然后它这个人物就去 抓那个虚拟的汽车 当它离那汽车比较近的时候 其实就属于它了 但是其他玩这个应用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上 都能够看到它 大家就会来追它 想把那个车抢走 那个追踏人只要离它距离小于50米 那个车就会被那个人抢走 而这个游戏的话 这也不是个游戏了 如果说你能保持这辆 那个Mini Cooper 在你的手里面一周的时间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归你了 是辆真的车就会送给你了 这是BMW在国外做的一个 促销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够得到 这个太难了 要保持你一周 这个广告 没有生意 要有生意 还蛮酷的 现在要有像大片似的 那个动作大片一样 然后呢 这个创意蛮好的 是我国内的一个朋友 他做了一个 但是这个的话 由于我这边的特殊原因 就是不能够给大家看到一个 实时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里面只能看到一个虚拟的 哇 商标网吗 这也是用TML做的 实际上 当然这数据是假数据 因为我这个机器里面是没有GPS系统的 而且这个它目前只能在那个上海里面去用 像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完全是模拟了那个刚才那个广告里面的情形 但是它是一台笔记本吧 这个就是玩家 他要离它很近的时候 这个笔记本就归他 然后这是其他的 其他的玩家 他们都是通过geolocation地理位置信息 来互相之间去找到看到对方 并且去抓他 当然这里面传递信息的话用的也是WebSocket 这个是一个大屏幕板 是跑在Pad上面的 然后它同时它还做了一个 它还做了一个 一个小的 我最屏幕有点宽伤 这个就是跑在 我浏览器又不调了 大家应该能理解 就是说跑在 那个Touch或者iPhone上面 那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应用了 这是我比较 比较欣赏的一个应用 除了比较好玩的事例都给大家展示完了 下面再给大家展示几个 不是很好玩的例子了 但是很有展示的价值 因为能够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问 实际上 实际上UTML5应用呢 就是在做游戏方面 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呢 就是性能问题 就是说至少跟Flash比起来性能还是很低 它经常有很多的 就是各种类似的一个测试对比吧 但是呢 经过 哦 先看这个 我点错了 那就先看这个 哦 这个可以用 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然后就一天没有做的 虽然图片很丑啊 但是 那个大家凑合看一下 它简单的一个通过触控来控制这个人物在奔跑 大家实际上的话 就是 这个 这个为大家解释一下里面的背景 一个就是里面的一个特性吧 像这画面虽然不复杂 但是它实际上是2D游戏当中比较难做的一个 因为它始终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是全屏滚动的 然后后台呢 后面呢还会有多涂层 你看最远的不动 然后中间有个黑的这个树 哦 这图片现在有点错乱啊 中间的黑的那个树 然后前景这个地图 它又相当于多涂层 然后全屏滚动 然后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 有钥匙 有那个红心 还有火苗 还有人物 就是说相对而言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场景 但是它在iPad的 我这是2啊 iPad 2上面的话 能够比较好的跑到 看左上角数字60帧啊 而且大家从这整 总体的感觉来看 实际上它也是蛮流畅的 这个帧数我真的没做假啊 实际上通过我这尝试 至少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是解答大家的 就是不是解答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低大家对这个性能的一个质疑啊 这是我这个事例 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蛮没意思的啊 但是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用到了CSX3D 看这里有简单的3D 但是3D用的不是很炫的那个WebGL啊 就是用CSX的那个 哦 输了 3D 然后同时结合重力感应来控制 来控制这个木轮左右移动 不能碰到那个蓝色的箱子 实际上这个3D效果虽然很丑啊 但是我这个主要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CSX3D这个东西 实际上也是可以用来做游戏的 然后换设备 那看一下啊 因为PAD 刚才我用的是iPad 2 iPad 2大家都知道双核啊 对吧 A5 CPU双核的 它那么牛不算牛对吧 那我们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AD上面啊 TAD上面的性能 TAD上面的话是 等一下 我把这个 哇 完了 终于终于 这个例子好像做不成了 那就看看这个吧 这个不会也做不成吗 这个实际上跟刚才那个蛮像的 就是我美工重新处理一下 就这个慢是因为 这个大家看的比刚才那个卡啊 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个我这个传输设备啊 因为这个TAD 4它不是原生支持TV输出的 是用了一个越狱之后 用了一个第三方工具 那个工具传的性能低啊 实际上 实际上大家 感兴趣可以私下来看看啊 这个实际上跟刚才那一样 它的性能实际上也是 比刚才那确实卡一些 因为这个图片也复杂 它图片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的 阿发通道那些东西在里面 而且大家能看出来 确实比刚才那个复杂一些 而且比刚才卡 那个我也承认啊 但我就是说实际上 在TAD上面 它至少是 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 也是能够玩的 然后我刚才那个实力 也许也能跑 可能就是因为慢 等一下吧 看来这真不行啊 那这个例子就不做了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啊 好 感谢观看 这个例子呢 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做过啊 应该有些朋友 应该以前看过 我刚才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都是我给这大会专门做的 别人没看过的 这个例子是别人以前看过的 像它 比较 比较简单啊 这个也是没什么游戏性 也是通过重力感应 来控制左边这个挡板 哇哇 哇哇 我这个 好 拿 不是我这边拿着 这个里面这个 我终于打着一次 太不容易了 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我主要想给大家 演示的是一个 协作的一个东西 刚才我用pad来控制左边的那个 实际上我用 touch的话是可以控制 诶 等一下 我这锁一下平 这个没锁平的话 它这个就不行了 这边我是实际上 用touch来控制 来控制这边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它俩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通过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力感应 来控制左边的两个影板 但是因为这就是个demo嘛 并不是个游戏 我里面很多参数 很多参数可能设置的就不是很好 但是说至少的话 它也是一个 我们未来可以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 基于atumen5的一个多人协作的一个游戏 时间不够了 时间不够了 那我有些例子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吧 还回到这个PPT 像刚才那个结构图 刚才看到一些demo 但实际上atumen5 在移动平台上面 也是面临着这么几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性能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浏览 浏览器的话 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游戏的一个载体 而且浏览器里面应用 它还有个 我下面写的三个比较重要的致命伤 我刚才演示当中 很多不流畅 或者有些问题的地方 实际上都是由于 这个浏览器引起的 最简单 最致命的一个实际上就是锁屏 因为我们内器 我这个应用的话 大家知道 比如玩游戏它是横屏的 那OK就是横屏的 我不会因为手机的转动 那个游戏画面跟着来回转 但浏览器里面 它不能保证这个 所以说我只能说是 在先把这个设备解锁 转到我需要你的 比如是横屏 转到横屏 然后再卡 再给它锁上 然后才能玩 否则的话 就会有其他的一些 稀奇古怪的一些问题 这是浏览器一个 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然后各个中端存在差异 这个跟其实PC上面的 各个浏览器存在差异 是类似的 像iPhone啊 HTC的呀 还有什么三星的 等他们手机之间 在时间的时候 会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这个差距不仅仅是体现在 屏幕分辨率上 还包括浏览器的内核上等等 但是的话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我是觉得随着时间推移 是能够好比较好的解决的 因为至少大家都是 给予一个webkit的内核 在做这个工作 而且 就是各个厂商 对于天面5线也越来越重视 我相信这边 是能够做得非常好的 再一个就代码保护 和反作弊一个问题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是开源人士 对代码保护这个事情 应该是没有不太敏感 然后性能和声音的解决方法 实际上昨天的话 是有一个同学做过 是那个 做过那个什么 Titanium的相关一个分析 实际上这个 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把GIS 或者ATML的一些东西 给它编译 或者包装成一个 类似于Native应用的 应用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缓解我们遇到的问题 那下面说说ATML和Open 实际上最近发生的 这个三件事情 这跟游戏无关了 一个是金融时报 他把他的在线阅读器 从F-stop上面下架了 然后自己出了一个ATML的版本 然后亚马逊 Kindle出了一个基于云的阅读器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网站我就大陆上不上去的 就是说他也出了一个基于ATML做的客户端 实际上通过这个趋势的话 大家可以应该客户来 一 各个很多厂商都越来越重视 这个ATML的应用 另外 稍微言一会儿 谢谢 然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实际上他们 尤其前两者 他们自己推出的话 很大程度是因为跟苹果的一个纠纷 他们不满 苹果那个App Store 那个比较封闭的那个政策 他们可以绕于绕开App Store 基于ATML来做一些东西 实际上这次ATML存在了很大的一个价值了 首先ATML它是一个标准嘛 标准它就有这么几个简单的一个好处 所以其实第一点 它这个BS结构 BS结构大家都清楚了 对吧 我们不用什么下载安装 更新的话等等都是透明的 然后其实跨平台 虽然跨平台存在一些问题 但至少它比其他的 就是用各种其他的 比如用加码 用锡 它们直接来跨起来 要简单一些 然后再一个就是开放 因为它这个标准的 公共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技术 不存在是一个什么 归某一家人私有等等 然后再一个制衡 这制衡指的 就是大厂商之间的一个制衡 虽然我们就不会面对 比如说我这个技术 我是选苹果的 还是选Google的 还是选微软的 不用这样 因为他们这些厂商之间 虽然他们有竞争 但在ATML这方面的话 他们实际上 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在G&ATML做应用的话 我们在很多时候 能够避免到那些 多余的一些选择上面的一些麻烦 然后还有就是创新 因为ATML是个新的东西 而这些特性的话 实际上是以前 Vib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这样的话 也给了我们 聪明的程序员们 一个创新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那么他简单说一下未来 就是说ATML5的话 虽然它最终规范的话 还要很久才会定下来 但是各大浏览器的话 现在都在推 我把Opera放在第一个了 看到了 所以现在各个浏览器 都在各大厂商都在推嘛 所以说这个 整个态势还是非常好的 其实呢我们在大陆里面 有很多民间的这些组织呢 去来推进这些 ATML5的一些技术的交流 普及等等 当然呢 推广这些 它们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谁呢 最重要的是你们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地 关注ATML5 并且把它应用到 我们的一些时间当中 你做Web的 你就尽量去学习 使用一些 不做的 你可以去感染周围 其他人去关注关注这些东西 所以说是你们才是最重要的 这完了 这个五月天的歌词啊 大家应该知道了 QA的话 我从那个 长期间带来了两件 我现在穿这个T恤 这T恤 虽然后面那个logo蛮大的 不是很好看啊 但前面这四个小人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 第一个上面写的是宅 基础宅 基础宅 第二个是IT 上面写的IT 就是我们IT从业者嘛 第三个上面写的是新 实际上就是鼓励大家创新 最后一个是梦 就是告诉大家有梦想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 盛大创建院的一个宗旨 也是希望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的话 都能是还出来梦想 去实现自己 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 精彩的未来 谢谢大家 那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只带了两件 哎 好 你问 我也在讲五月线 哦 谢谢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个 罗罗仪跟加速 加速器的那个 是在迈飞起来的 对的 但是 对的 而且它是个 W3CM标准 你去那个 W3那个网站上面 是能找到的 那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说 CM5在上面 什么上面 声音 对 它现在的话 不是UTM5声音有问题 而是在移动设备上 它UTM5声音有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同一时间 只能播放一个音频 至少是在IOS 和现在的安卓上面 是这样的 不知道未来的 以及或者是 现在正在研发中的 IOS 5和那个 安卓的可能新版本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会不会解决 但我觉得是 这个不是个大问题 将来肯定会解决的 只是现在的话 它同一时间 只能播放一个声音 这在游戏当中 这是非常致命的 有背景音乐 就没有音效 而且很多音效 我们需要 对吧 打枪的时候 当当当当当 打飞机的时候 很多音效 然后您还有什么问题 好 送你件T恤 还有时间 有什么问题 还有件可以调 那个刷粉 一部分的同学 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 其实对于开源人 不会在意 语言诗码外流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后面那个 反作弊的机制 我想就 您在开发过程当中 您反作弊的机制 大概怎么做的 反作弊的话 这边之前 我们也有探讨 一试的话 因为反作弊主要是这样 因为GS或者 一天没有 推个代码 过于开放 比如一个游戏 玩家可能用Firebug 或者其他的一些 调试工具 很容易就找到 那个变量 然后改变那个值 或者是拦截你 那个传输的那些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能做的东西 一 我们尽量代码混淆 尽量把那个 核心数据加密 这是尽量的 但是防不住高手嘛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 叫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做网游的时候 我们更强调的是 服务端的一个监控 就是说 不是防止你作弊 而是当你作弊时 我能抓到你 这是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做法 这个你可以 慢慢体会一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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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